一次排開和局處首長參加共識營 台北市長蔣萬安 力求凝聚台北隊的團結氣勢 而全力拼市政的他 當然不忘到台北登會現場用行動支持 對我來講就白水白水 對粉紅色那一支 我覺得盧市長漂亮多了吧 指拍一下 因為登速造型 引發熱議 還被說其中一尊長得像台中市長盧秀燕 蔣萬除了特地來漢 登組自拍 還表示盧市長漂亮多了 幽默應對危機處理 水白來形容 那你真心話到底是水還是白 你會不會覺得 白水 面對爭議 我們就是到現場去走走 離清一事實 而且最重要 希望說能夠執行對決 而且把外界的批評 化作成邀請 不能說在台北 是華國美學 在台南 就是本土特色 不只市民來登會打卡 上海訪團也悄悄現身 台北登節 不過相較去年 由上海市台辦副主任 李肖東領軍 並到市府拜會 蔣萬安 今年的上海訪團 派出市台辦 聯絡處處長 曾極降低 和蔣萬只在登節巧遇 沒有公開行程 就有議員認為 是否有黑箱的疑慮 但其實連兩年登會 都沒事先公開 我們都是依法依規定 依照慣例 來向中央提出申請 中央也都有 告訴我們 要求必須要低調單純 而且安全為原則 所以我們在每一天 當天的晚上 就會將上海團 一整天詳細的行程 對外公開 所以這完全是 讓大家可以清楚了解 這哪有什麼黑箱 從自拍打卡 鬥解石和訪團互動 蔣萬一再聚焦登會主題 不讓外界模糊焦點 而是名稱羅大偉 台北報導